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帮他说一遍 你等于 你也有责任吧 不过当记者一再追问有关清点的问题 猪台长的态度开始有所不同 现在又那么早 你们就说要拍新玩户 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内定硬点你的腹下呢 没任何意思 这是按照电视台的 按照基本法 按照新闻法去拍摄 但是你要 刚才你问我 我可以回答你一句 无可奉告 那你们又不高兴 那怎么办 那电视台 你讲的意思 不是我轻点拍新闻栏目 你问我知不支持 我是支持的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我感觉你们啊 你们 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要学习一个 毕竟你们还too young 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告诉你们 我是身经百战啦 见的多啦 没几 你们要知道 美国的华莱士 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啊 我跟他谈笑风生 所以说媒体啊 还是要 你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懂我的意思吧 小的不小的 唉 我也要替你们着急啊 真的 但是 你们有一个好 全学校跑到什么地方 你们比其他的校园急着 还要跑得快 但是呢 问来问去的问题啊 都too simple 知道吗 sometimes naive 懂了吧 小的不小的呀 我很抱歉 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跟你们讲 我 不是新闻工作者 但是我见的太多了 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 人生的经验 朱台长讲完以后 第三次起身走向记者 刚才我很想啊 因为 我每一次碰到你们我就讲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 闷声打法太 我就什么话也不说 这是最好的 但是我想 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 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所以 你刚才一定要 在宣传上来 将来如果在报道上有偏差 你们要负责的 我没有说要清定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问我的话 嗯 拍新闻节目 我知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 我们现在做电视台 我们怎么能不支持他啊 但是如果说外包呢 唉 外包也要按照电视台的规矩好不好啊 对不对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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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电视台的 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新闻栏目是属于科学高中电视台的一个栏目 啊 等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呀 但是呢 明白这意思吧 你们啊 不要想喜欢 然后弄个大新闻 说现在我已经清定了 就把我批判一番 你们啊 那衣服 无论朱太长是一时激动 又或是真情流露也好 他今天在镜头面前的举动 会产生什么效应 还有待观察 下一节 我们来观看 由香港来的希望工程代表团 看看我们跟进的香港老师和学生 今天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要 要 好 好